为了鼓励民众发挥爱心以及互助救人的善行 一举玉里民房中队响应全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捐血活动 3月15号上午的10点在玉里远环办理了捐血活动 并且也邀请了玉里分局现场宣导 捐血者还能够获得各项好礼 10点还没有到就有人已经排队准备要抽血 旁边也有看到泡茶民众 这是玉里民房中队办理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捐血活动 协方大家都很吃紧 去年我们捐了164代 我想说今年是不是能够突破能够到180或者是到200代 这是我预期的 也是希望大家我们的玉里乡亲 大家能够共襄慈善的善行 大家来共同为我们协方来打拼 其中每三个月就会捐血一次的玉里分局三组的组长林国明表示 捐血对他来说除了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替自己的健康把关 第一个 捐血也是一个好的活动 第二个可以帮助别人 这就也是要让自己给新城代谢 顺便看看这里状况怎么样 这次不仅仅是邀请玉里分局各组的现场向民众做宣导之外 也跟玉里地区小农座合作 凡是捐血250cc成功就可以获赠包含卫生纸 稻米吸碗金等在内的感恩礼真主带回家 捐血500cc则是双倍赠送 希望可以达到200代的捐血量 记者高中双玉镇采访报道 记者高中双玉镇采访报道